尝尝这辣椒油吧 阿姨它这辣椒挺香的 嗨大家好 我是COP的张小姐 说咱这辽宁瀋阳吃饭 这早餐都吃点啥的 之前我在南方吃的什么米粉米线 什么豆汤 今天的这个视频就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在辽宁瀋阳的早餐 主要就是一些煎冰果子 我今天带大家去看看一个 瀋阳的一个特别小的一家店 这门脸刚才我想找一下 还真的找了半天了 我的阿姨说了 这家店开了能有20来年 但是非常抱歉 我第一次来走一起进去 让云南广西广东上海 各种南方还有偏北一点的朋友看看 辽宁瀋阳的人吃什么东西 吃什么早餐 我们来的点其实有点晚 但是还是好多好多人 好多好多人 阿姨 要煎冰果子 我刚刚给买果子 你就来一个 你平时吃啥 然后我就尝了啥 煎冰果子 煎冰果子 要两个炒蛋 看上面这些煎冰果子 还有煎冰盒子是4块一块 这价格太可爱了 这价格太好了 我吃一个 6个 7个 7个煎冰果子 先吃一个 先吃 先吃这个 我一份阿姨就行 先吃5个 先吃5个 阿姨吃不了 我们都是小饭量 我们真的都是小饭量阿姨 那就带走呢 那我就不管了 先一人一个 好 给叔叔带点 先拿3个他不带 他吃过了 是 来 先拿3个 3个 这3个是炒鸡蛋吗 我早上可以带4个 没想着他连4个 这真的是没地儿 我们来的是中午阿姨 老妈 没有地方坐 30年老朋友 你们吃完了吗 吃完了 好嘞 我们来的这个时候 还算可以 有一个位置 对对对 所以今天这个视频 主要就是给南方的 这些小伙伴 你们来看看 总说辽宁沈阳人 都吃点啥 可以说这一套的东西 算是辽宁沈阳人 本地早餐的一个 日常每天都吃的一个东西 但是我呢 其实不常吃 不常吃 今天呢 也是因为有沈阳的朋友说 这小店你可以感受一下 然后我也确确实实想 让咱这个南方的小伙伴 来看一看 沈阳人都吃点啥 阿姨 谢谢 好 谢谢 这些玩意 看看没有什么 这个煎鸣果 这个煎鸣果 阿姨 这个茶蛋是两块钱一个 两块钱 这个豆腐脑呢 煎鸣果子 煎鸣果子加一种 是三块钱 煎鸣果子 就这种 这种是三块钱 豆腐脑呢 豆腐脑 豆腐脑也是三块 就是煎鸣果子三块 这个也是三块 三十七块五 三十七块五 这些吗 三十七块五 啊 我想拿有四个 拿有四个 对 三十七块 就是这个是三块钱 这也是三块 小菜是怎么拿的 小菜是怎么拿的 可以 其实我们 我喜欢加一点蒜汁 加点蒜汁 加点蒜汁 可以 别的不用加了 挺好吃的 这个是煎鸣里边 包的油条 包的油条 这话说 说油条 我得多说两句 之前吃的最好吃的油条 我是在哪吃的呢 是在天津 吃了几个路边摊 但是现在天津的规划 越来越好 路边摊少了 但是我有一些 楼区里边的煎饼 这个油条还是很好吃 可能我们今天吃这个吧 它不是心杂的 还是有一点点凉 但是还是很脆 而且 这口感吃起来 我觉得 它应该是里边 放了点盐 提了这有一点点 微微的咸味 所以这个 让我吃起来 就和别的 这个油条 有点不一样 有点微微的 咸 这可能就是它的 可能是它的一大特色 然后吃了一口油条 煎饼 再配一口豆腐毛 这就是咱沈阳人的一个 日常的早餐美食 好嘞 好嘞 这个是另一个 你看那里边打了鸡蛋 还卷了一些菜好像是 还有辣酱 这个就有点像我们上学那会儿 总的 看路边上有卖煎饼果子的 一套那种 这也是在天津很多的一种小吃 但是在咱沈阳 这家店看来也是一个特色 对有鸡蛋 看出来了有鸡蛋 对 说一说我做点 哎马上去了 切开锅 切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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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了吃完了 可以说啊 就咱沈阳这种早餐 一个人6块钱算是吃饱 你像我吧 这六块钱我都没吃了 你看还剩这么多 然后老妈还掰走一些 就是我觉得是非常老百姓的这种吃法 然后我们一起来的阿姨说 这店开老多年了 但是我真是第一次来 吃的感觉也真的挺好的 所以说说这个咱沈阳这个价格 我今天这么一来 我就发现可以说 也可以说是又便宜又好 就能吃顿饱饭 我是COP的张小姐 一个苏国老师 主持人记者编导的六个博主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你来关注我 拜拜